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深而发现一只小精灵 他像耍魔术一般 从红色礼帽中变出一杯酒 随后又遵从壮术的愿望 变出了甜点 小精灵将这顶神奇的礼帽 钻与了壮术 过了一会儿 谢顶叔醒了 他也遇见一只小精灵 谢顶叔从他那里 得到一只可以倒出 无限金币的钱袋 开心的睡去了 没过多久 胡子叔也醒了 没错 他也遇到一只小精灵 这只精灵 弹了弹手中的树芹 变出数名劳工 搬来木头给他生火 之后胡子叔也得到了馈赠 一只能变活人出来的树芹 次日一早 三人互相炫耀着 刚刚得到的宝贝 壮术用他的红色礼帽 变了早餐和马车 胡子叔用树芹召唤出车夫 三位新晋富翁 一路上脱掉旧衣服 用魔法将自己打扮得帅帅的 当谈及自己的愿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壮术想去钓鱼 谢顶叔想去环游世界 胡子叔最奇葩 他想用这把能召唤活人的树芹 以武力征服全世界 他不顾劝阻 执意重返早已变成农场的战场 召了一批武装部队和一群敌人 开始自娱自乐起来 随着一阵阵枪声响起 附近的居民都被吓坏了 壮术联盟上前抢过树芹 将胡子叔变出的活人弄回去 阻止了一场闹剧 随后三人也被闻讯而来的警察抓获 关进了牢房 壮术与谢顶叔一合计 若任由这疯子继续闹下去 迟早得出事 得给胡子叔找个媳妇管着他 于是壮壮变出了钥匙 三人逃出牢房 踏上了新的旅程 马车陷进雪地里走不动了 那就用魔法换成雪橇车 经过长途跋涉 来到一个古老的无明王国 咱就叫他怪怪国吧 这里又脏又穷 苍蝇满天飞 国民们都是贪财鬼 国经县上的边防官主动上前所会 老兵又宝物 变出一包又一包的骆驼牌香烟 终于买同边防官获准入境 并用三枚金币买下了国王的女儿 公主的画像 有三位款爷到此游的消息不静而走 旅店老板殷勤地照顾他们 住进自家开的旅馆 随后又将这个消息通知了国王 国王兴奋地下旨 召请三人入宫 用国宴接待 并下令用皇家仪式欢迎三人 于是火一时间乐队齐名 三人受到了如同上宾一般的礼遇 百姓们也兴高采烈地挥手之意 就连雕像都如同在和他们说 来吧朋友 这里欢迎你 盛情难却 三人被请进宫里热情接待 宴会上三位老兵被公主拿僵致的五官 曼妙的身材所吸引 胡子书与谢顶书凭借如黄的巧舌 博得了公主的欢心 受到冷落的撞说自知没趣 只得灰溜溜地返回旅馆休息 为娶的公主 这哥俩像比赛一样 纷纷亮出宝贝 阿仙过海各显神通 此举引起了贪婪的国王妇女的际遇 偷偷在酒中下药 迷晕了这二位 趁机用赝品 换掉他俩手中的钱袋和竖琴 并被逐出宫门 旅馆老板得知赚不到钱后 也马上变了副嘴脸 没收三人的行李冲底防废 冷言冷语的西路上 街上的百姓也变了样 齐声高喊 滚出俺们这儿 此时丢下的手也变成了这样 可是壮叔决定 只身秦王公取回宝贝 正好撞见 欢天喜地拿着钱袋 倾倒金币的公主 壮叔表示 自己愿以神奇礼帽来换公主的钱袋 但贪得无厌 剑宝眼开的公主 竟以美色向诱惑 搔手弄姿的卖弄风情 企图骗取帽子 好在此且被壮壮实破 见美人计无效 公主赶紧换来父王与大臣 双方经过一番斗法 小红帽也被抢走了 被封在牢笼中的撞书 连忙从烟团中逃走 受到通缉的仨人 在这儿时待不下去了 玩命逃跑 有惊无险地逃离了怪鬼国 饥寒交迫 身无分文 走投无路的三人 重新回到丛林 寄希望与小精灵的再次帮助 三人分头寻找 鸡肠碌碌的蟹顶书 坐在一棵苹果书下休息 拾起树上掉落的苹果就吃 突然感觉鼻部不适 鼻子竟一下子长得比匹怒 头还长 而且还在像蛇一样前行 生长着 树上的三只乌鸦 又投下来几只梨子 吃下梨子后 鼻子迅速回缩 恢复了原状 这时树上又掉下一堆苹果 梨子 随着乌鸦们展翅 一时间狂风大作 三位老兵从此地消失 再次醒来时 他们又回到了怪怪国 下巴上多了胡子 身上的装缩 也变成了东方人的模样 他们明白了 原来乌鸦是小精灵变的 为三人做了巧妙的安排 于是撞出来的王宫附近 摆桃兜售苹果 恰巧国王路过 撞书历见 王族的人吃了我们这苹果 会变得更英俊 更健康 国王大喜 所以将这批苹果强行没收 带回宫中 给自己的小公主吃 公主一听 这苹果能让自己变买 迫不及待的啃了起来 一连吃了四个 这下可惨了 他的鼻子飞速生长 很快变得比大象还长 鼻子竟然像蛇一样爬出窗口 跃出宫门 穿大街过小 向他自己跑了 随后又大模大样的跨过国境线 出国玩去了 他横跨雪山 越过高原 游过小河 途经奥地利的各个城市 又来到了德国 大摇大摆地在此周游观光 当地政府倍加重视 下令奏乐 每家每户张灯结彩 迎接长鼻子贵宾的到访 毕恭毕敬地将其架起来 还给他授予了一枚荣誉新章 看着越长越长的鼻子 怪鬼国国王焦急万分 大臣也束手无策 这时三位老兵 以东方神医的身份求见 说能医好公主的长鼻子症 壮壮书中模作样地消了一些梨子 制成粉末 给公主扶下去 此心药果然灵验 公主扶过药后 大肠鼻子打着挺 熊啾啾气昂昂 蹦蹦跳跳地缩了回去 王宫大臣们慎喜 宾防官举着重新回来的鼻子打电话 向国君通报这个好消息 经过几次服药治疗 他终于回家了 但缩到还剩几厘米时停止了 公主铺贴磨了哀求大夫 帮自己恢复原状 神医说 你们只有把偷来的东西交回去 药效才能发挥效果 爱美的公主意识到 自己的美貌才是头等大事 归归交出了那三件不义之财 于是他得到了梨子 吃下去后 鼻子终于恢复如初 三个老兵取回宝贝后 在路上又为各自今后的打算 争执不下 甚至大打出手 随后又用自己的发宝 召来士兵和大炮 双方剑拔弩张地摆开阵势 准备决一死战之时 三个小精灵再次出现 将三人带回树林 精灵们认为 自己赠送的宝贝 没给老兵带来幸福 反而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与危险 决定把宝贝取回 三位老兵从迷梦中惊醒 认识到友谊的珍贵 意识到即便没有宝物 只要有善良的心 很努力 也能换来美好生活 三人唱着跳着 与孩子们携手共舞 准备迎接新生活的开始 这是一部十分有趣的电影 看着长鼻子 像蛇一样在地上扭啊扭的前进 有种莫名的喜感 喜剧效果十分出彩 令人不禁赞叹编剧的想象力与脑洞 对人性的讽刺也入目三分 怪怪不 任前不任人的旅店老板 王公贵族夸张 贪婪的眼神 以及那尊挥手的雕像 这些情节只看一遍 就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道士同受苦意 共甘甜难 有了宝物后 前一秒钟还好得和亲兄弟一样的三位老兵 后一秒钟 已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这部电影 像是一部披着奇幻 喜剧万一的预言故事 何时才能看到 国内也拍出这种想象力丰富 看一次便再也忘不掉的电影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 别忘了在微信里搜索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宇哥在铁粉专区里 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特别耐用 宇哥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贵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转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